你根本会痛我妈妈 如果不是因为你 发爱我好好的 都是因为你 要下人休守 休守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佳佳 你的爸爸是死于意外 不 不是意外 他是被你吃的来出生我的 你胡说 我要不要胡说你自己问他 你还是你说他怎么出生我爸爸的 不不是 佳佳 妈发誓 妈是无心的 妈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妈没有那个意思 你是听谁说的 都能那些三公六婆是不是 你宁愿相信外人的谐言谐语 你不相信自己的母亲吗 爷爷也是外人吗 怎么样 你胡话可说了吧 如果你结婚写无愧的话 你可以不要想到这些的 你为什么我也不会自己解释 你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啊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吵什么吵 爷爷 你怎么了 佳佳 不成这个样子 谁欺负你了 告诉你爷爷 爸 是我打他一巴掌 你怎么打他呢 你怎么打他呢 我没把我解释 所以你给我打他 爷爷 他们都欺负我 我告诉你们 都不结婚离开你的家 让你再心如意的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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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佳 她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我爸的电话 谁这么晚找他 警察局 我来听 见 我来听 喂 请问你找哪位啊 你们想知道 我是助手的 你 你说我 我是她太太,她现在忙不方便接电话 有什么事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你确定是她的东西吗 没错,我现在是有一张那家银行的信用卡 好,那谢谢你 妈,发生什么事了 警察说了什么,她为什么要找爸 这钻石项链是怎么一回事啊 什么钻石项链啊 前天下午你在仁爱路的顶金银楼买的 好几十万哪 是不是谁捡了我钻石项链啊 太好了 你买项链干什么呀 送人啊 什么人值得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这件事非同巧可 你可不要给我打马虎眼啊 你想到哪去了 我还能送什么人啊 除了你 你要送礼物给我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才能够跟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啊 没想弄个项链莫名其妙就掉了 这下可好 全都曝光了 我这一番苦心也白费了 这要送项链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得我差点误会你啊 现在弄清楚了吧 这好端端的干吗送我礼物啊 我的声音又没到 我知道了 是结婚纪念日对不对 对啊 快到了嘛 我打算啊好好庆祝一下 我们办咖啡怎么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最讨厌这一套了 你还真以为我们两个是男女主角啊 什么意思 这女主角是我们家允杰 这男主角是碧如的儿子和尤佳 这是他们正式交往的第一步呀 你为什么老喜欢一厢情愿呢 我一厢情愿 我是在为你的事业着想 这我们又没有儿子 女婿就是接班人 有谁比尤强更理想啊 你不是要她来公司上班吗 以尤强的能力 还有我们两家的关系 她势必会受到重用 与其将来翅膀硬了飞了 还不如把她收作女婿 一举两得呀 这件事要不要先征求一下 允杰的意见呢 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是在帮她 她要往幸福的路上走呀 这尤强啊 是最适合她的 不做第二人选 除非啊 你认为我们的女儿配不上她 谁说的 那不就结了吗 你听我的话哪一直出过错呀 好吧 就找你的意见办个派对吧 那得把项链先拿回来呀 嗯 嗯 我知道 我明天就处理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你送给我礼物 长什么样子 啊 嗯 嗯 有事吗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我母子是应该好好聊一聊 有些话我憋了很久 我刚把我说到这里 老夫 现在都捡个大气 我都没可能 我只会出两个気子 现在我也不应该 也好 这里爷跟家都睡 我也要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 一些藏了好久好久的话 妈 承恩 你听我妈说的话 你可以不原谅吗 你可以看不起吗 妈 可是你要答应我 你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家 我不会的 一定是被爷爷的话吓到了 你不要跟他计较 不 我一定都不怪你爷爷 他说的没有错 我也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忽悠我的弱点 妈 怎么连你的说气话呢 我不是讲气话 承恩 你爸的死 我难过 我痛苦过 我伤心过 我并不是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妈 你不要再说了 我相信你 车祸发生那年 虽然我才十二岁 但是我有我的判断力 爸的死 纯粹是意外 跟你无关的 妈 你误会妈的意思 妈是说 我没有 我只是在帮你面对现实 妈 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了 妈 已经十五年了 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但是却没有一个家应该有的甜蜜和温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爷爷对你的误解太深了 今天 我要欢迎把这个心结解开 你太天真了 妈 我是认真的 我已经有工作了 我也有收入 我可以养活你们的 你就不要那么辛苦了 我的意思是 你就不要再去做直销了 虽然 日子可能会过得不好一点 但是 你不要再去做直销了 但是 我们可以过得很快 不行 我怎么可以把这么重的担子 放在你身上 我可以 我做得动 不行 这是唯一能阻止 业继续胡思乱想的方法 你每天待在家里 就不会有一件闲言闲语 全到他耳中 他的心里没有那么大 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妈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你一定要答应我 太晚了 太晚了 不晚 一点也不晚 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心 一定可以改变的 爸爸在天之灵 也会很开心 你说是不是